凡人游喜 我来等你 爱情靠中曲 未暗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舒汉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要先给大家教一个底 其实今天我们的匹配工作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先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男嘉宾呢 今年29岁 目前跟父母住在一起 其实工作呢 现在不算太稳定 工资收入也不稳定 但是呢我们男嘉宾 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 也不低 需要女嘉宾个高 在一名六五 同时要长得漂亮 那到底我们男嘉宾 为何如此自信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 来认识一下他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是 身材要好 外星的话 当然是长得乖得好 要是说长得好 十三 哪个地方哪个长得臭的 耍朋友 找你那个要求的话 他要好 然后长得要管 那个女儿要求也好 还有好高 他反正还不是个人了 他能有好高 你看 你自己还是表演自信 自信肯定每一个人都自信 镜头前这位自信的男士 便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择偶要求 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王凯 29岁 身高一米其 目前工作是住二手房中介 月薪大概五六千块 目前在南平只有一套厨房 本期交友男嘉宾王凯 年龄29岁 身高一七零 职业 二手房产中介 月收入五千至六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平时都是我个人带不头的吃饭 吃碗 吃的 我妈的头都是在外头 平时都在外头吃 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十一日点钟才回来 早上八九点钟出去 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中 但是最近都在减肥 最近都是做了乔买买 减肥餐 蔬菜之类的 平时都是个人在外头 在外头的话 对于说最近在减肥 收了十斤了 刚开始160斤 现在140斤 哪里的哪四斤的家常 哪里的哪四斤的家常菜 家常菜都可以 都在做 家常菜啊 那些基本上的 蔬菜 村菜啊 多得行 哪里平常上班的话 中午要回来广东上班 是啊 我专门上班 都是在楼家 找到一个房地层 中间的 都是方便饮食啊 早中晚三餐啊 都在外头吃啊 方便听说 吃饭上下班的些 哦 中午都回来广东点吃啊 对头 中午啊 晚上啊都算开 平时喜欢健身 游泳啊 跑步啊 跳水啊 之类的 心趣爱好的话 除了运动啊 我平时喜欢待在家里面 一般在家里面 都是看电视啊 听个歌啊 还有都是刷下手架 之类的 性格腼腆 熟悉了的话 会好一点 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呢 我都比较绝熟 特别是一期面前 都比较害羞 不晓得说那样 我之前刷过两次朋友 都是第一次啊 都是读书读完了之后 才出社会 没刷好久 可能刷了几个月吧 刷好刷好都没能够刷了 第二次啊 都是影响深一点 都是上一次 然后刷了一两年 刷了半路上啊 他那个小子跑到外地起来 后头慢慢慢慢的 都没能够练习了 我也练习不到他 后头都只看到他 抠抠攻击 在发动态 也没能够关了 都都抢个人啊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是身材要好 身高啊 一米路到一米路之间都可以 年龄的话 三十岁左右 三十岁以下都接受 外星的话一般长得乖的 当然是最好啊 女生性格的话 强势温柔温和的啊 都可以接受 反正都可以保障他 可以一起相处 一起磨合嘛 我喜欢比较居家一点的啊 性格 对于说全身干净点的啊 那种女生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 身高在160至165 二 身材好 长得漂亮 人际关系不复杂 根据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再结合他自身的情况 我们在凡人游喜资料库里 进行了寻找 但就在联系女嘉宾的时候 却屡屡碰壁 哎 你好 请问是陈小姐吗 哎 女生 你男朋友 我们是这个房子有期的 我住的 23人游戏啊 哎 哎 我说我现在保姆着吧 你们当天都不搭买了呀 好乖啊 啊 但是我们来看到 有一位男嘉宾 我给你打开讲一下 他的这个情况嘛 他是今天是29岁 然后直接充施这个房餐 总结的 然后月收入打开 是六千多块钱左右 不晓得哪个条件 你觉得怎么样啊 五千多啊 嗯 哎 我觉得年年年现在是好省的 但是他那个月收入 我觉得低到第二个房子鸡 一个月平均的 一个八千多有 我觉得我要找他 从月收入还是差不多一万两之类 说一下那个男嘉宾是好高啊 嗯 他是一米七 什么高是 一米七啊 一米七 可能最新的 因为 我里高球只要是一米七 我以下 因为我跟那里 我生倒是要轮回 在被多位女嘉宾连番拒绝之后 编导组成员也跟男嘉宾多次沟通 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董欣 今年二十四岁 身高一百六十三 今年从事化五元工作 然后大概月收入是三千到五千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董欣 年龄二十四岁 身高一六三 职业化五元 月收入三千至五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是吉利人 然后因为大学在这边读 所以就来到了重庆 一直在这边待着 然后我比较喜欢 重庆这边的火锅啊什么的 然后就想找一个 重庆本地的男孩子 所以就来到了凡人有喜 我之前呢 谈过一任男朋友 谈了大概一年左右 可能他就比较直男嘛 然后也看不到那些细节 相处久了 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然后我现在呢 更想找一个 对我细心体贴的男孩子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就是他能比我 大个两三岁 然后三十岁以下也都可以 然后我最希望 他能成熟体贴一些 我希望他的身高呢 能在1700以上 然后最好也能爱运动 因为这样能 跟我有些共同话题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能像重庆男孩一样 性格都比较好 能够包容我 我这个人呢 也不物质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并不高 然后我也不希望 他的工资有多高 就是希望他能有一套房 然后我们俩可以一起奋斗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在30岁以下 身高在170以上 二 爱运动 性格好 能包容 可以一起奋斗 综合来看 女嘉宾无论是身高还是年龄 都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而男嘉宾的各方面条件 也都跟女嘉宾的择偶要求吻合 两人匹配指数 80% 只不过这女嘉宾的长相和身材 是否就是男嘉宾所青睐的那种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有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凡人游戏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怎么样 来到凡人游戏的心情 来到凡人游戏的心情 感觉特别激动 好 我感觉到了 现在这个气势还是不错的 其实刚刚我有跟大家聊到 你的个人的情况 同时呢 也说到了 其实你对自己要求的另一半 恕我坦言 我觉得会不会自己定得高了一些 高啊 你觉得 不 我们就探讨一下 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不稳定嘛 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不稳定 除此之外 我感觉没什么缺点了 没什么缺点 那就说说优点吧 觉得自己 今天来乡亲咱们的优势在哪 优势嘛 还比较年轻嘛 年轻 现在又是单身 年轻 单身 你当然必须得单身 才来反正有喜 是啊 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都一个个都羡慕我们单身的 还结了婚的 羡慕单身的 我们单身的 羡慕结婚的 是啊 也像有个家了是吧 对啊 毕竟岁数在这里来了嘛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工作没有稳定 其他的呀 都可以慢慢发展 那在你这个群体里面 单身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性格和事嘛 都可以包容对方 还有比较实在的那个优势啊 就是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这三样算不算吧 没有不良嗜好 对 差不多 脾气又好 又有包容 对 我其实不太相信 真的呀 你是一个百一百顺的人 可以先救对方嘛 对于要求那么高的女孩子来讲 像她身高也高 长得也漂亮的话 她可能要求也不低哦 这种女孩 那你的那个自己的优势 其实在她看来可能就不算优势了 她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嘛 我的要求就是一个正常人啊 也没有什么要求有多高啊 毕竟年轻人嘛 都喜欢 都喜欢好看的 当然是越乖越好嘛 越乖越好 所以我现在要敲一下你的就是啊 这个乖的女孩 她要求也高 心里要有数 肯定要有准备嘛 马上见面了 做好哪些准备没有 首先做好心理准备吧 很好 还有呢 实质性的 现实一点的 有没有 现实一点的话 对 就是见面再说嘛 就是 不是 你这个要打 有把握的仗啊 现在心里有把握吗 现在我对自己是绝对自信哦 肯定 光靠自信不行的 你得要有实际行动 实际的准备才可以 那今天肯定相亲的时候 肯定会好好表现自己的 对于接下来跟女嘉宾的见面 男嘉宾是信心满满的 他真的能如他所说的那样 对女生无限包容吗 女嘉宾的长相 又是不是他所喜爱的呢 好 今天啊 这个天气给我们相亲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突然外面下起了瓢破大雨 而且我们现在 虽然站在这个屋檐下 还是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灵性的雨滴 打在我们的脸上 不过还好 我们已经赶到了 男嘉宾家的楼下了 一位男嘉宾说呢 确实在外面 也不太适合相亲 所以也诚邀我们 一会儿去家里坐一下 两位 有没有想到 今天还没有 两个人正式见面 就来到别人家里 这个是确实没想到的 没想到 以前有去到男性朋友 或者说之前谈恋爱的男友家里呢 有 有去过 有 什么感觉 因为已经相宠了很久 所以就刚好也适合看家长 然后才去等 但是现在第一次相亲 就要去家里的话 就比较尴尬 还是心里很忐忑的 我们是借个地方避避雨而已 对 那个我知道闺蜜呢 一大早也陪着来了 简单地说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适合她 比较成熟稳重的吧 因为我的闺蜜呢 她性格是那种 比较活泼开朗的 然后需要就是 更好 就是更好的人 去照顾着她 其实我觉得两个女生 都是因为在重庆上学工作 然后想在重庆安家 对吧 喜欢这个城市 那么对于在重庆的 这个未来的家 自己心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我是外地人嘛 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也挺难的 我就觉得两个人的话 有个家也不错 我还是要跟两位妹妹说一下 今天你们就放心 家长没有在 目前就男嘉宾一个人 我们就赶紧叫她下来接我们 好不好 好 好 你看我们在屋檐下都打得上了雨 却今天这个雨太大了 男嘉宾来了 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在旁边一直这样躲着 是不好意思吗 我看你在旁边躲着 来我今天就不多寒暄好不好 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一起亲友团 两位正式认识一下吧 拖个手 有点突然 这样赶紧带上去 好不好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 咱们上去慢慢说 好不好 来走 来 刚才我下去接她的时候 第一印象是感觉她的着装啊 穿着啊 感觉比较清澈 而且啊感觉像采出社会没多久 身高的些可以 身材的些可以 就是那个张相可能还要再挑啊 嗯 张相可以换张点的一些 中间打风的话我给大哥启风嘛 这房子是你自己住啊 是跟父母在一起的 父母一起住 有时候是自己住 父母的话一般晚上回来 我们就这样进来了 进来嘛 直接进来 其实还摆得基本整洁啊 带两位女生看看吧 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好 随便看看嘛 反正就是自己住家的 主要是看看你的卧室 看看有没有什么小秘密 让两位女生看看 好 我就平时坐这个卧室 进来吧 哇 你是提前收拾了 还是本身就这样 差不多吧 就这样嘛 因为我们女孩子要来 嗯 没有啊 之前都是这样 一般都是我自己 一个人在家做饭啊 打扫卫生啊 做清洁啊之类的 我觉得挺干净整洁的 干净整洁啊 欸 我发现 你怎么那么多这个 这个 我一进来 其实就看到这个了 为什么一箱一箱啊 家里 最近在那个 做那个减肥嘛 差不多在 这些都是减肥餐 像草莓面啊之类的 你要请回吗 是啊 我现在140斤 之前多少 之前160斤 160 嗯 来 我看看之前的照片 可以吗 也让你嘉宾看看 这120斤的效果 那你应该很自律哦 没有 最近就是还好 哎呦 嫌弃的表情 刚刚是不是 确实是 这人瘦了二十斤 帅气很多 两位认可我这句话吗 认可 还准备再瘦到多少 还准备瘦十多二十斤 十多二十斤 怎么剪啊 就是墙外面 就是饮食方面控制一下呀 还有就是跳跳顺啊之类的 那看起来我们男嘉宾 还是很自律 而且还要加运动 原来运动 女嘉宾也是一个 喜欢运动的人 就这点看来两个人 还是有共同话题的 现在女嘉宾很知谨 来到想在重庆安哥家 没想到第一次来相亲 就到别人家里来了 那我想知道男嘉宾 会怎么安排 他在家里的空间里面 都可以安排 都没问题啊 那你想怎么安排 接下来的午餐 接下来的午餐 对 接下来的午餐 我平时就是吃了 那个荞麦面啊之类的 怎么跟女嘉宾吃荞麦啊 可以尝试一下 两位 男嘉宾想请二位吃荞麦面 就是减肥餐嘛 对 减肥餐 我们还是要减肥嘛 你看他很瘦 他是不是要减肥 那想吃什么都可以啊 把男嘉宾给为难的呀 两位怎么说 来 女嘉宾给个主意吧 还没吃过荞麦面 那就吃一次嘛 其实是想尝一下 男嘉宾的手艺 男嘉宾手艺如何 会不会翻船 关键是我们女嘉宾 她不是重庆人啊 嗯 不是重庆人 对 那一样的呀 都可以 也做重庆味道给她吃吗 看你平时吃辣吗 能吃辣吗 嗯 不是特别能 但是一般的话还可以 哦 那这样 你就大展身手 嗯 好吧 给女嘉宾和亲友团 尝尝你的手艺 可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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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趁男嘉宾去做饭去了 我想问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她的外形和身高都比较一般 但是我对于外形也不太看重 然后她的性格我倒觉得不错 就是挺憨憨的 也不讨厌 喜欢这种老实芭蕉感觉 对 那来到这个房子里参观了之后 觉得这样子的住家条件环境怎么样 是不是符合你想在重庆安家的这种条件 我觉得不错 那现在男嘉宾也是很 其实还是有些热情的 想把自己的减肥餐做给你吃 我也很少遇到这种分享减肥餐的男嘉宾 那对于男嘉宾的这顿午餐 有没有觉得过于简单 我其实觉得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就吃减肥餐 还是有点不太妥当的 还是有一些草率了是吗 对 安排没那么正式 那当时刚刚没有直接跟她说 没有提出来 当面提出来也不好嘛 就还是尝试一下 第一次还是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事情闺蜜很有发言权 刚看你在旁边 好像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是的 就是对于女嘉宾来 男嘉宾的第一次来家里的话 我觉得第一次就说 做减肥餐的话 确实有些不错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至少来说 要做一顿家常饭吧 它不是说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吗 那厨艺就男人有家常菜啊 可以做一下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方面你对男嘉宾的印象怎么样 我感觉显得那个比较的有点酷门 从哪里看的 就是这个减肥餐吗 对啊 但她也说了呀 你们想吃什么下去安排 就是今天我们下着这么大的雨过来的话 这样真的就是准备的比较那个敷衍 我觉得 就是如果她是真的在意这一起相信的话 她肯定是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这个外面的环境的原因 很仓促 所以还是再接触一下 我想这样 干脆因为两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给十分的话 两个人分别给男嘉宾 第一印象打个分 一分吧 你呢 七分吧 我看到女嘉宾要高一点点 就是因为憨憨的 感觉还可以是吧 还行吧 好 那这样吧 男嘉宾现在还在厨房忙着 我们也休息一下 一会儿尝尝面再深入了解一下再说 原本对男嘉宾的初印象还蛮不错的 但这大中午的就只做一碗乔麦面的举动 也让女嘉宾对男嘉宾有所减分 那么男嘉宾在厨房忙活半天之后 能否用一碗面打消女嘉宾的过滤 还是会更加减分呢 我们也来关系一下男嘉宾现在做饭的这个进度怎么样啊 煮好了吗 煮好了 哎呦 这么快 嗯 就几根面是吧 没帮忙煮点菜叶什么的嘛 嗯 分 这个 然后煮起来了再打调料 嗯 这个感觉都是清水的 打了调料子了 啊 这这么清一点颜色没有 这个才才可以啊 哇 然后就是素面没有想到跟女嘉宾接个大名吗 可以马上接 不是 起初你是没想到的 吃面那方面我们真的是绝了 真的很难理解哈 相亲居然还能只吃一碗素面 啥也没有真的 哎 嗯 惊到我了 就煮了一碗面啊 再煮啊 哎 没有想到要给亲友团煮一碗吗 你还有一碗面 然后呢 我呢 他是无视我吗 无视我的存在吗 没给你那个亲友团煮面那个事情呢 确实是我复了的了当时 主要是都去看女嘉宾去了 嗯 这个事情呢只有过后来没见不 亲友团需要来家宾再为你做一碗吗 算了吧 算了吧 没心情 没心情 那我下次再做吧 那我下次再做吧 下次再做吧 但是要得签手成功才要下一次的机会啊 这样我看看你嘉宾决定要不要吃这碗面 嗯 尝一下吧 毕竟做 哦 还是你对你面子啊 看着不会有口水啊 这个面 没有那个食物 哎 要不要我给你加点辣椒 你看有什么醋啊之类的 你都可以 加点醋 加点醋啊 加 要不这样 你们俩一起去吧 这个面好久能更好吃一点 根据你的口味 那好好 好 来 这要加点醋 加一丢丢 辣椒也少加一点 还加点什么辣椒吗 嗯 加老干妈吧 都是一样的 都是 好 钱 还加什么 就这样吧 再次尝试 啊 这样看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颜色了 瑜伽辣椒 我很想知道 女嘉宾吃完之后第一反应 像 怎么像吃药一样 嗯 嗯 我不是很喜欢吃蒜 这个是 什么反应 震惊 非常震惊 是啥 因为 就是 我觉得吧 首先那个 她去做整齐餐的话 还是应该要问一下 我闺蜜 有什么忌口啊 什么的 然后你看 我闺蜜又不吃蒜 是吧 然后调料呢 然后也不能太吃辣 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 不太那样 谢谢 但是 这个 她可能按照 她自己的理解在做吧 毕竟想着 你闺蜜是北方人 来 我想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了辣椒和醋之后 现在的味道如何 又有点辣了 有点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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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加多了 我给她辣了 纸巾是可以解辣的吗 不是应该倒杯水吗 你猜猜男嘉宾是用什么 去给你倒水 拿了一个碗 由此可见 我们单身男人的生活 一个人还是比较糙的 你看没有女生那么细致 对吧 这就是我最新吃的那个一面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 她这个面 女嘉宾还吃吗 不吃了 已经辣得够呛了 那好吧 反正体会到男嘉宾的心意就行 那你自己吃了吗 我自己的话 我早上才吃了 早上现在都几点了 我都下午两点钟了 两点钟了 赶紧赶紧吃了 吃了 等候我头 我们我头要来人 就是赶紧再拧我们走 来谁 不能让我们见见吗 等一下 我们老头还要回来 他都是 他不晓得这个事情 正好让你爸爸看看女嘉宾 他回来睡我觉 他对时候回来看到 其实我们很多人 他不了解不清楚情况 没跟你爸说你今天来相亲 他不知情的现在 那他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知道的话 那我就不晓得了 反正 我们现在马上两点钟 就要回来了 那外面现在下着雨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这里有三四八三 我家里有四五八三 然后呢 我们去哪里呢 外边外边都可以 随便到哪里去吃都可以 女嘉宾还吃不吃 吃的话都吃不吃 我们都赶紧弄去走的了 两点钟了 刚好我们老头回来了 男嘉宾这个想法 也是特别直接的 一根筋的那种 女嘉宾已经起身了 然后呢 外面这么大的雨 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 就是说要去哪里 这个真的是很气人啊 本来那碗面就已经够让我震惊的了 没有想到刚到两点 他就要赶 就是让我们赶紧从家走开 结果 然后就跟家长 就跟我们说啊 家长快回来了 哎 相亲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跟家长说呢 然后为什么不能让家长先避开呢 哎 太难理解了 虽然对男嘉宾的行为不甚理解 宽容的女嘉宾 还是跟着男嘉宾离开了家 男嘉宾也带着女嘉宾和闺蜜 两人到附近的一家米粉店 用了午餐 用餐过程中 三人有说有笑 风围也是融洛了不少 但三人用完餐 离店去到下一个约会地点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来现在有这么个情况 那个刚刚下就是停车的时候 女嘉宾的亲友团发现 手机落在吃饭的地方了 确定是在吃饭的地方 是的 是不会在男嘉宾家里 不会 会不会在他家里 不会 我吃饭的时候玩了的 对 那你刚刚有在车上和包包里都找完吗 找了 那怎么办现在 男嘉宾这边 要不要先跟老板联系 然后跟老板说一下 让他捡着 然后我们回去拿 老板你的电话拿不到我们 就是你们在网上不是付费吗 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那个店的信息啊 或看他们有没有什么 美团大众点评上面 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你知道那家店是什么意思吗 辣妈米线 辣妈米线是不是 你就在那些小程序 美团大众上面 找那个什么辣妈米线是吧 不着急 你先给老板 老板打电话上来给你拿着 打电话给人跑要快 对 马上我看一下那边 我看到了 有了吗 有了 找到了吗 女嘉宾还快一些 看 为 亲友团是 急得不得 确实急得不得了了 喂 那个刚才我们在你这吃米线 然后我朋友的手机掉那儿吗 对对对对 到那儿看上去 回头上了 你看到什么 看上去了 看上去了 那我们过一会儿回去拿 好吧 好好好 那你帮忙看着一会儿 好好好 好 谢谢好 好好好 好不着急了 不着急了 哎呀 吓死了 对 老板非常好 都给你们那个收好了 那就这样 现在 马上过去拿呀 嗯 那就 你带着两位女士去拿吗 好的 来 好 好 来 然后你们得请你好 我帮你们拿 嗯 哎 外面再下去 好 谢谢老板啊 来来来 是不是这个手机也得看 是啊 是的 是的 当时你不是手机丢回去拿吗 然后他还能帮 看那么大雨 然后还能帮我们去拿 就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至少还能有一点点的进步吧 算是 女嘉宾亲友团的手机总算是找回来了 男嘉宾的表现也让女嘉宾对他改观不少 两人也是终于有机会坐下来了解一下彼此了 我看你今天表现得挺直的 那你平时也是这样吗 嗯 没有我之前我今天也也不怎么直啊 反正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聊怎么聊呢 女嘉宾说我直 我也没搞懂是男个直 直说话直吗还是男个直 反正我也没搞懂啥这样已经 那你觉得第一次见面就 就吃强外面的话 哦那个是在那个地方去了嘛 那如果要是没下雨的话 你会想去哪儿 哦 都都在家里方便嘛 就是要是没下雨的话 就出来带你吃一家门口的特色菜 那是什么呀 就是旁边有一家乐福面庄很出名的 那有什么呀 都有重庆特色的小面啊之类的 哦 那家小面很出名的 全中性的那些很多人来吃的 很有特色 那你这么喜欢吃面吗 没有我现在是主要是 小面面是吃的 她说零脂肪嘛 那你刚才说我也需要吃点那种 减脂的嘛 那你觉得我是胖吗 没有我就是说尝一下 家里当时只有那个 看着放着这么多小面面 你不胖啊身材很好 哦 我今天的表现还比较正常的 为什么你们说 我很自然的那种类型呢 因为今天首先的话 你那个面嘛 那个正常来讲 就做面总 人总会有那个忌口 你也没问我 我到底喜欢吃什么 然后你就直接 就帮你放蒜什么的 哦 反正就是那个面的问题 没有按照女嘉宾 主要是我也 主要是没有了解到 女嘉宾的情况 女嘉宾呢也可以直接过手 关于那个智能的问题啊 有那种情况啊 我还是比较尊重女方的意见 你之前有谈恋爱的经历吗 有啊 有过有过两次 那你都是因为什么分了手啊 谈了一段时间呢 没怎么联系了 感情淡了嘛 可能谈着谈着就没怎么聊了 然后他也没联系我 我也没主动联系他 时间长了 他可能就不知怎么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没有谈了 那你觉得你俩现在 没分 就是分手的话 是因为你的原因 还是他的原因 肯定是我有原因了 那你就没有做出过改变吗 就比如你之后 会改成主动一点 哦 那可能是之后会吧 会主动一点 就刚刚不是相亲嘛 然后你就那么就是因为家长 然后就糟糕 就把我们往外赶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家长不同意吗 相亲 那是因为太突然了嘛 跑过来 比如说我爸也不知道 这么个情况 他比如说也之前也没有了解过 电视上相亲啊 这种情况 比如说他们五六十岁的人 都比较保守 我爸他万一知道了这个事情 又没有成功的话 主要是我怕他空患洗衣场 怕他失望 那如果就是我们今天成了的话呢 那你打算怎么跟家长介绍呢 我就直接说找了个女朋友 就这样说呢 那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在通过那个凡人游戏的相亲节目 认识的也没关系 只要成功了的话 确认了关系的话 怎么说他们都很高兴 然后我这个人嘛 不是比较喜欢运动吗 我就希望我对象他也能喜欢运动 然后就平时一起运运动啊 打个球啊什么的 那还行 然后像喜欢什么类型的运动嘛 就比如打羽毛球或者篮球 或者是跑步啊什么的都可以 你看你会什么嘛 那都还比较合得来嘛 我也喜欢做这些运动 聊天之后 男女嘉宾找到了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 就在我们以为 两人今天有戏的时候 女嘉宾的亲友团 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建议 就是我作为你的闺蜜嘛 我肯定是很真诚的给你的我的一些建议 就是今天这样就是半天的来相处一下 这样这样来看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性格可能不太适 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太直的 然后停伤太低的那种那种男性 他还有一点抠门在生活上 就比如说就那个减食餐嘛 减食餐的话 你可以不是说就只光吃那个小麦面呢 但是你可以往里面加一点什么西南花呀 然后那个白菜呀什么的 荤素搭配嘛 也不是说荤素搭配 就是面食 面食它是豆类的嘛 它是蛋白质 蛋白质和维生素互相搭配嘛 那好吧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刚刚呢我们双方哈 对于两个人今天的这个相处 有了一个小总结 其实更多的我们女生这边 好像还是提出了具体的 目前的一个感受吧 觉得男嘉宾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 不是很细心 跟你自己最开始说的那样 好像不太一样 认不认李嘉宾的 对于你的这种判断 我这个倒认不认的 倒认不认是一个什么 那个可认可不认 那你就说一下 如果你不认是为什么 不认的话就是我可以细心了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女嘉宾没有感受到啊 那只有表现一下才行 表现一下 最后还是想立网狂澜是不是 是啊肯定的啊 男嘉宾既然提出来了 我也想问一下二位 要不要给男嘉宾一个机会 让他去证明一下他的信心 可以啊 亲友团说可以 你呢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好 就至少我喜欢喝什么嘛 他能记得住我的口味 记得住口味 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挑战 没有问题啊 很有信心 将当有信心啊 刚刚他说了 是吧 要记住口味 记住什么样的口味 什么东西 你自己来问 哦 是什么口味 什么东西 就这个有的话就是 就随便来杯奶茶嘛 嗯 奶茶 奶茶 什么口味的 奶茶 普通的珍珠奶茶嘛 然后加一个椰果 有点然后冒外面 所以就来杯热的 然后要三分糖 好 再加份茶洞嘛 哦 好 这个要我付述一遍 是不是嘛 这个就能体现出细心了 我觉得你可以付述一遍 先看看你有没有记住 好吧 那个椰果 那个奶茶 珍珠奶茶 嗯 还有那个 那个 好像是说的是什么 什么 茶洞 哦 茶洞 嗯 还有呢 还有就是加肉 但还差一点 对 还差一点 就重了一点 对啊 珍珠奶茶嘛 不 所有女孩子啊 喝奶茶的都记得很清楚 这个 还有加一瓶吸管 那这样 确实平时也没有这么买过奶茶 是吧 对 李嘉宾从头到尾 一字不辣的说一下 你好好记 好的 再给一次机会 来 珍珠奶茶 然后热的 加椰果 三分糖 加茶凳 好的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李嘉宾还有什么要求 请讲 你觉得拿两个吸管吗 从煮面就没有吸取教训啊 只煮了一份 在现场一直都是两个人 而且旁边那个人对于你来说 他的意见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要照顾到呢 一定的啊 亲友团的话想喝点什么 绿椰奶茶 然后里面加椰果 然后再加一份珍珠 然后五分糖加肉 一定难度了呦 两杯这么几 那这样 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 两杯奶茶到底什么样 看你自己的用心了 好吗 嗯 那两杯 一杯那个珍珠奶茶 一杯五分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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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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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吗 嗯 嗯 那个珍珠奶茶三分糖 五分糖 五分糖 还加什么 加椰奶 椰果吧 椰果 加辣椰 啊 加辣椰果一杯 两杯多加 一杯加一杯 哎 哎 糖分啊 糖分一个珍珠奶茶三分糖 我起码还有五分糖 觉得你点对了吗 肯定还差了两个 还差了两个 还差了两个什么东西 好像 差什么 差了什么就是搞忘了呀 看啦 两杯都差吗 两杯都差 还有两样应该 觉得自己回去能不能交差 交差应该是没问题啊 男嘉宾还真自信呢 那么他带回奶茶之后 女嘉宾和亲友团 会如他所说的那样满意吗 男嘉宾呢 男嘉宾呢也是花了一些时间 还是如约的买回来了 现在我们两位女士来看一下 合不合要求 跟你们之前提出来的 是不是一致的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 嗯 还差哪一点没达到 我的差一份茶洞 他的差珍珠 珍珠 哦 一个差茶洞 一个差珍珠 这要记得太多了 其实跟你们俩说一个事情 男嘉宾刚刚在买奶茶的时候 说他从来没有给女生买过奶茶 都是其他人给他买 你们相信吗 就看我闺蜜想不相信 啊 想不相信女嘉宾 嗯 确实很不错 确实还不错了 那这样 最后还是有一些时间的 我相信男嘉宾 不光是用心去买了奶茶 同时 自己还是有一些话准备了 我今天的确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够周全 但是我不是不想做 而是我好多年 都没谈过恋爱了 的确忽略了对方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的问题 以后你需要什么 你都可以跟我讲 我都会努力地去完成你的要求 我对你的印象还是蛮不错的 希望我们从朋友做起慢慢发展一下 好的 我们男嘉宾呢 这个也是哈 把今天之前 为什么有那么多 没有做到位的地方 做了一些解释 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那最后选择犬 当然就交到女嘉宾的手里了 如果你愿意给这么一次机会 从朋友做起 然后慢慢地去发展的话 一会儿啊 我数三二一之后 你就把这个吸管打开 然后尝一尝这个奶茶的味道 就表示牵手成功 如果说不愿意 觉得今天还不适合适的机会的话 那么直接礼貌谢绝就行 她的着装啊 穿着啊 身高的些也可以 身材的些也可以 其实觉得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就吃减肥餐 还是一点不太妥当的 以后你需要什么 你都可以跟我讲 我都会努力地去完成你的要求 来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好人游戏 我来等你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我要问问女嘉宾 最后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最后都拿不准 你到底会怎么选择 本来的话 今天一天从头到尾差不多 就感觉不是很好 但是最后的话就 最后那几句话 倒是挺感动我的 最后的几句话把你感动了 嗯 觉得实在是吧 对 可以相处一下 可以相处一下 好 那接下来两个人 就留个联系方式 好不好 好好的相处 好好的接触 也希望男嘉宾不要辜负女嘉宾 给的这一次机会 好吗 好的好的 好 好 确实没有哪一个人 听声就会谈恋爱 这确实是需要一个 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男嘉宾 虽然今天 也算是亲手成功了 但是也希望他以后的 这个恋爱之路 可以越来越顺畅 那么在此呢 也要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型的观众朋友了 如果你想来参加 凡人游戏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你也可以到 龙虎新一层二楼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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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